您好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台湾一周焦点 我是林志颖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不满劳机法修法 劳工团体抗议行动不断 23号凌晨 多位公斗成员分别到劳动部 行政院和总统官邸喷漆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审查法案的同时 也有近百名各公会成员再度前往立法院游行 不但丢鸡蛋 还试图冲进立法院 和警方爆发激烈 推极冲突 拿鸡蛋用力往立法院内丢 近百位各公会的成员 不满一例修劳机法要再修法 更试图冲进立法院要找立委 阻挡法案通过 多次和警方爆发激烈推极 超过百位的远警早就在门口戒备 无论公会成员怎么冲 都被优势的警力全都挡下 一度有几位成员翻墙进入立法院 还是被强行带走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进行劳机法修法逐条审查 就怕法案会被强行送出委员会 劳团大动作抗议 痛批民进党蛮肯修法 是让台湾的劳权开倒车 这样的方向会造成更多的家庭过来 让更多的小孩没人接 这些东西林静怡委员判断他 还是他只是在做替整个政策背书的工具而已 台湾的劳工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的独裁政权 来欺压我们劳工来压榨我们的劳动 劳团抗争修法的行动没有间断 二三号凌晨就已经先到相关的工部门展开突袭 十多名工斗的成员分别在劳动部 行政院甚至是总统官邸大门 拨洒红色油漆 还在博物路面上喷洒血汗的字样 试扣子遭到警方制止 被带回派出所征训 以利益修再修法 引发劳工团体强烈反弹 立法院二三号整天审查法案 劳团则守在门口用行动来立党法案通过 记者总统道 劳机法修正草案二十三号下午 在立法院联席委员会 正式进入逐条审查程序 其中共五条条文 包括松绑每月加班工时上线 七休一立架松绑等等 表决的结果 在野党意外已十比九胜出 导致当天下午 国民党接力冗长发言 杯葛议事 邦晚会议主席宣布散会 劳机法修法 本周确定无法在院会审查 这不是你们说有没有 这要看议事规则 那你永远可以再表决 趁着休息时间 国民党立委霸占主席台 要求赵伟林静怡宣布不重复表决 双方僵持会议一度中断 来因如此坚持 原因就在于稍早劳机法修法议程 正式进入逐条审查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要求充分发言 不得限时间的提案表决 因为民进党立委高志鹏没有签到 投票无效的情况下 以十比九意外通过 民进党立刻要求重复表决 蓝绿互相指责对方不了解意识规则 直到八战主席台后 民进党同意不提重复表决 会议才得以顺利进行 而为了阻挡民进党将劳机法修法送出委员会 蓝营立委接力发言 第一棒陈一鸣发言四十分钟 第二棒蒋万安从下午三点二十分 讲到五点半 足足讲了超过两个小时 直到五点三十一分 来不及真的在场委员同意继续开会 因而宣布散会 现场国民党一阵欢呼 我们现在散会 所以下个星期 我想我会好好 聆听劳工朋友的心声 好 再来决定看下一周我们的议案 怎么排审 这场散会也打乱了民进党 预计二十四号院会审查 劳机法修正案的计划 由于下周轮值招委是蒋万安 劳机法修法要再排入一城 恐怕就要再等到十二月初 才能够再进行主条审查 蔡英文政府能否在年底前 完成修法三读也出现变数 记者台北纵会报道 列雷建案延烧 行政院列出国防部五大缺失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约见 国防部长冯世宽 冯世宽表示 他已经当面向总统自行处分 而国防部也公布了惩处名单 采购列雷建案的部分 一共有十八人受到了惩处 其中有三名上将 包括海军前司令陈永康 现任司令黄树光 以及现任参谋总长李喜明 另外在提供给立法院 预算报告资料错误方面 有九人受到了处分 包括当时的海军参谋长 梅家属 行政院列雷建案 专案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中 针对国防部采购列雷建案的过程 列出五大缺失 区分招标前阶段 招标文件规范 评选作业 以及履约管理等四阶段 执行不当之处 进行检讨 国防部首度公布陈储名单 有三名海军上将 包括前上将司令陈永康 现任参谋总长李喜明 以及现任司令黄树光 被申戒两次 现任军政副部长 普泽春等18人受到处分 另外针对提供给立法院 预算报告资料错误方面 当时的海军参谋长梅家属 是几过一次 总共有九人被和宇 申戒两次到几过一次 不等的处分 列列建案越演越烈 国防部长冯士宽 一天内两度入府 见总统蔡英文 冯士宽更当面 向总统蔡英文自情处分 会后总统府发出 三点财事声明 外界质疑 是否总统府下指导级 火速让国防部 公布这一波陈储名单 早上的确是我们跟行政院 协调完了以后 才定的这个时间 所以没有所谓 这个所谓被召开 这种说法 部长在向总统报告 本案的时候 有坦白的向总统说明 因为这个案子督导不周 相关的后续的案件 在执行上面 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是否有下一波陈储 军方表示 后续若有新市政 不排除继续追究行政责任 提出新陈储名单 并强调 此案已经移情减调正办中 记者郭彩燕 庄志成台北报道 国防部针对海军猎雷建案 提出相关的陈储名单 总统蔡英文也发表谈话 提出三点立场 表示这项由前政府启动的计划 有明显的疏失 要求相关单位 务必坦荡配合司法调查 不论层级 绝不宽待 总统要求国防部 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 对后续的合约事宜 另外也指示国防部 未来建立更完善的机制 把不适格的厂商 排除在国防自主的计划 总统也强调 政府推动国建国造的决心 绝不会因此改变 再来关心共军14架军机群 22号出入巴士海峡 进行远海长逊 隔天又出动了一架电针机 从南台湾穿越巴士海峡之后 北上穿越日本宫古海域之后 返回中国 这是中共十九大之后 第四度共军禁台的事件 中共军机23号再出动一架运巴电针机 从南台湾穿越巴士海峡后北上 穿越日本宫古海域后返回中国 这是中共短短一个月内 四度出动军机老台 国防部22号主动提供共军军机群资 高达14架军机群飞越台海 我派出F-16战机 进行监控及拍照 包括轰6 苏凯30 图154侦察机 以及加油机等机队 从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 突破第一岛链 完成长航训练后 返航回击地 期间两度切入我方防空识别区 军事专家认为 共军这次以长城打击群方式 还携带加油机 显示远程目标的打击地 大陆这样绕着台湾的东海岸飞 一方面是给美国人看 你不要介入将来台海的战争里面 我可以在台湾的东海岸 就可以抵御你的航空武器战斗群 而为了庆祝中共空军建军68周年 中国官媒日前才大幅度报导 轰6等战机的训练情况 向国际展现中国的航空战力 而这次中共军机远航演训的机队 包括中共主力攻击机种苏凯30 主力战略轰炸机的轰6轰炸机 担任电子情报收集的图154 以及运发电战机 还有担任奶妈角色的1278空中加油机 以台湾目前的战机防空能力 前空官认为是有所隐忧的 时代在进步 如果你是20年前的战机 当时可能有空中的优势 没有破除将以前近战近距离的缠斗 而是停留在现在传统的接战模式 那可能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两位专家都认为 共军的长城打击群训练 不但直接威胁到临近的日韩等国 更表现出对美国重要军事基地 关岛等远程目标的打击力 挑战在西太平洋 抵御美国航空母舰战动群的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 未来共军是否增加战术 从太平洋方向对台湾展开攻击 也将加深对台湾东部的空防威胁 记者陈嘉欣 张子佳台北报道 为期两天的台日经济贸易会议落幕了 台日双方签署了官贸协定 以及文化交流备忘录 关于核实进口的议题 这次虽然不在议题之列 但是日方也提出希望能够开放核实 而就在会议展开的同时 日本签业线知识也来台拜访 争取开放核实进口 日本HK报道签线知识森田 来台拜会了桃园市长郑文灿 双方开心会面互相拥抱 而此行目的是要商谈 当初因为三一辐射 日本遭到禁止进口的食品 是否渴望解除 尽管我方政府还是坚持不开放立场 但面对日方施压 有学者指出千叶线地理位置比较远 或许在被禁止的核灾五线市中 会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破口 距离地理位置距离比较远 不那么直接的这样一个千叶线 能够成为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突破口的话 可能这也是未来台日两国来比较有效 来缓解这个问题 对于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有效的方法 在此时间点台日也正展开经贸会议 学者认为台日要谈经济伙伴协定EPA 日方势必要求解禁核灾食品上变得更为强硬 而台日经贸会议 日方也多次表态希望开放核实 但我方还是坚持立场 解禁没有时间表 学者认为日方一直将开放核实 作为合作筹码 其实不利台日关系 至于这场会议 由台日双方针对经贸议题交换意见 会后签署台湾关务合作协定 以及台日文化合作备忘录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也会秉承上述会议的成果 继续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合作 进一步扩大台日经贸池子关系的互动与交流 这次签署的良相协议 未来双方将可交换官务资讯 共同遏止违法进口 像是走私毒品案件 将来双方就可合作打击罪犯 文化合作方面进行艺术交流 深化台日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迁峰会在德国不昂落幕 不过我国环保署长李应元率团参与 却被拘于门外 在成果简报上 李应元批评北京的打压是没有必要 身为泱泱大国面对大气的议题 度量也应该要大气一点 而国内的学者则是认为 重点是台湾愿意在气候变迁上 工业的碳排减量付出多少 不用执着在署长能否进到会议大门 率团参与CUP23气候变迁峰会 却被中国打压 距于门外 环保署长李应元回台后 举行成果简报时 忍不住土苦水 点出中国连青年在视讯对话时都要关切 因此呼吁北京 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迁议题 要大气一点 李应元多次强调北京的打压没有必要 不过以民间身份参与CUP23的台大教授徐光荣指出 历届除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前署长魏国燕进到会议室特例 其余的都是由副署长层级率团参与 被中国打压已是既定事实 所以认为李应元不必过于执着能否进到大会 重点是台湾对于空污 温室气体的减排 愿意付出多少 我们想要参加的目的只是为了参加而参加 还是我们希望告诉国际社会我们有了多少的进展 我们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很执着在是不是署长可以去参加这个会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说尤其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 我们台湾到底做了些什么 在李应元出访期间 环保署同时宣布我国的减碳路径设定2020年 温室气体较2005基准年减量2% 2025年减量10% 预计2050年减量50% 然而在徐光荣看来 不过是回到1990年代 台湾的碳排量依然低于巴黎协定的目标 如果台湾要为气候变迁尽一份心力 绝对还有空间可以努力 记者陈柏玉 黄仪金 郭俊玲 台北报道 位在花莲县秀林乡的雅尼 矿业权在3月的时候通过展延20年 23号是新矿权展延的第一天 环保团体和凡雅尼自救会成员 一大早就发动了上百人聚集在雅尼前 阻挡运输卡车上山 将一连封路8天 抗雅尼矿权展延违法 并且要求政府加速矿业改革 为了表达对经济部展延雅尼可以继续开采 花莲新城山矿区的不满 凡雅尼自救会成员跟环保团体 发动上百人 到通往矿区的路口 封闭道路并且声狼烟 勉强抗议 20年前还看到山 20年后就变成这样 在展延20年 会升到什么地方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 环保团体也到场声援 对于行政院根本无视当地居民反对 硬是要让财团展延感到非常愤怒 强调为何监察院已经纠正展延程序有问题 相关部会却还是可以护航到底 行政院对大家说什么 矿源泉的展现 没有涉及实质开发 你是变笑 你没有矿源泉展现 它可以继续挖吗 政府在睁眼说瞎话 对于抗疫 在地还是有赞成水泥 继续开挖的不同声音 亚洲水泥表示都尊重 但希望民众可以冷静 少数的去抗争停止开采 这个不是我们富士村的需求 我们只能尊重他们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 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认定是 政府告诉我们我们是合法的 那我想我们就是合法的 由于这场封路抗疫的活动有申请 一共八天 警察都会在现场维持秩序 抗疫团体强调 请政府尽速撤销雅尼展研 以及将矿业法赶紧送到立法院审查 否则不排除发动更大规模抗争 记住我们再看 欢迎报道 为了鼓励民众要多多生育 高雄市将从明年一月起调整生育津贴 前三台分别是一万两万和三万元 以目前的六都来看 桃园市最多三万 北市与新北市每台是两万元 市长陈局表示 高雄市的生育津贴确实比较弱 将会透过裁员筹措增加津贴补助 市级生育率各县市推动生育津贴 希望能减轻年轻夫妇生养压力 鼓励多生宝宝 高雄市长陈局决定在任期最后一年 提高津贴补助 从第一二胎都是六千元 第三胎四万六千元 调整为前三胎一万两万三万元 明年元旦开始实施 从过去大幅度的补助第三胎 现在希望从第一胎第二胎 给一些鼓励 要在政策上做一些改变 全局坦诚比起其他五都 高雄市生育津贴确实较弱 因为台北市新北市每胎两万 桃园市最多三万 台中市也有一万 而台南市第一胎六千 第二胎提高到一万两千 这和其他县市相比 江华县从一百零四年 每胎补助三万 离岛的金门县每胎两万 泡湖县分别补助三万 五万和七万 连江县前三胎 两万五万和八万 高雄市明年加码补助 对于生第二胎的民众来说 补小补 减少家长的一些负担 对 那对小朋友成长教育费来说 多多少少也可以帮助到 六千变两万 我觉得这样很OK 就是会 如果就是像我本来没有想要升第二胎 那如果有两万的话 可能会考虑一下 民众乐观看待 但提升生育津贴 事苦负担也相对增加 预估应该要增加经费 大概一亿五千多万 不过我们预测 我们希望作业职服务这个部分 可以吸引民众更多来选择 服务的这个方式 所以也许作业服务的经费 会再增加 社会局预估增加一亿五千万经费 更鼓励民众申请到宅坐月子 将可以换取比现金多一倍价值的服务 不过也有民众认为 公共托育设施多增加 才是根本知道 毕竟奖励金的发放只是一时 记者李酸 陈显坤 许证据高雄报道 人物的焦点 我们带您来关心 云门舞级林怀明宣布 将在2019年 从艺术总监的职位退休 他首度出面谈到了退休的想法 他说 不希望云门变成博物馆式的舞团 因此要年轻人来接棒 将来就算他的作品都蒸发了 但是云门还是可以继续存在 关于岛屿的诗文字句不断的流动 被男族歌手桑布依的吟唱 舞者们随之起舞 这是今年70岁的林怀明最新创作 新舞座呈现出前手未见的 视觉风景让人惊艳 不过林怀明宣布 再过两年就要退休 他说淡水的云门剧场已经完成 运作也顺利 是他可以卸下云门总监职务的时候了 我不希望云门变成一个博物馆式的舞团 如马萨格兰姆舞团 我的东西到这有一天全部蒸发了 而云门仍在 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云门董事会在21号 同意林怀明的退休规划 再过两年 在2019年将正式交棒给 目前云门二的艺术总监郑宗荣 林怀明说郑宗荣的创作实力 生活国际肯定无庸置疑 他带着云门二走入乡镇 深入社区跟校园 用心的程度让他很佩服 这不是一般的艺术家所愿意的 钟龙不止愿意 而是他爱那些妇罗观众 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林怀明也笑着说 他要在他老环丹之前 让年轻人先坚守 不要渔门成为他个人的创作平台 他希望渔门的团队能够继续地走下去 用不同的语言手法持续跟新生代沟通对话 他希望未来台湾能够更美丽 而渔门能为台湾贡献更美丽的力量 世界卫生组织近来公布最新的致癌物清单 把华人爱吃的咸鱼和烟酒槟榔 同样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 世卫组织表示 咸鱼在烟漬的过程当中会添加亚硝酸盐 人吃下肚之后会转化为致癌的亚硝胺等物质 医界也已经证实 吃咸鱼和鼻烟癌食道癌有症相关 国建署建议民众要三餐多摄取新鲜的蔬果 就可以降低致癌风险 不少人爱逛传统市场的南北干货区 尤其是晒干腌渍的咸鱼 因为风味特殊拿来做咸鱼炒饭非常受到欢迎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日公布最新致癌清单 在116项一级致癌物中 把中式咸鱼也迷列其中 我觉得有些人喜欢吃的可能还是会想要吃 但是几率应该是就是会降低一点 市卫组织表示2012年时 就把香肠等加工肉品列为一级致癌物 这次更进一步将咸鱼列入 因为咸鱼在腌制过程中会添加亚硝酸盐 抑制病菌 但人吃进咸鱼后会在体内转化为致癌的亚硝基化合物或亚硝胺 医界已经证实 吃咸鱼和鼻烟癌食道癌胃癌的发生率呈现正相关 而且食安专家也警告 咸鱼制作过程也有滋生细菌的健康风险 风吹日晒雨淋上其实细菌很容易分解 所以呢这个当然它就会产生 其实国内做蛮多这样的研究 像台大海前就做这个咸鱼可能跟这个别奶有关 一般都会建议就是要多新鲜少加工嘛 那就是饮食多样化 那当然最重要的话就是少吃这些腌制品 国境署提醒民众腌漬及加工食品要少吃 三餐多摄取新鲜蔬果及新鲜鱼肉鸡肉等肉类 并保持适当运动 这样才可以吃得健康也减少身体负担 记者赖水米秋夫菜台报道 高雄市美农客家文物馆的儿童探险区 最近重新开幕了 打破传统以积木等游戏来作为设计主轴 营造出欢乐又有趣的情境 新闻的最后就带你一起到美农去看看 也谢谢您收看这节的新闻 我是林志颖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